我们对基本数据类型做一个比更详细的了解 基本数据类型一共就是这八类 Byte, Short, Int, Long, Float, Double, Char,以及波尔形 分别来看一下 整形分成四个类型 为什么会有四个 这是根据它表示的数据的范围来决定的 Byte是字节形 它是用一个字节 也就是八位去表示整形数据的 Short类型是短整形 它是用两个字节 也就是16个二进制位去表示整数 范围比Byte类型更大一些 Int类型 这个类型用的是比较多的 我们一般把它称作整形 用四个字节 32个二进制位去表示整形数据 这里面都是包含正复数的范围的 Long,长整形 它是用八个字节 也就是64个二进制位表示整形数据 是所有整形数据当中表示数据范围最大的一个 符点形呢 分成单精度符点形和双精度符点形 那这个里边呢 Float单精度符点形呢 是用四个字节表示 而双精度符点形呢 而双精度符点形呢 是用八个字节去表示 X其实就是character这个单词的缩写 表示的是字符形 用两个字节也就是16位进行表示 最后一个是波尔形 波尔形呢 只有处和false两个值 是用一个字节也就是八位进行表示的 这是基本数据类型 它的具体含义 以及呢所占用的数据存储空间 我们需要呢 把这部分内容呢 进行牢牢的掌握 大家呢 要把这八种基本数据类型呢 要把它背下来 后面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 这八种数据类型 它的字面值 以及它是如何来定义变量的 好 关于基本数据类型的详细介绍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